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花子婆婆都说了 她是我命中注定和遇到的人 你闻这个干吗 花子婆婆说 你命中注定的人要出现了 那不一定说的就是她呀 不是她难道是你吗 不要自作多情了 快回家吧 天都要黑了 芊羽 同学 芊羽 芊羽 你没事吧 芊羽 你是猪吗 那么重 芊羽 来 怎么了 脚好像受伤了 别动 应该没事 没伤到骨头 好 那现在怎么办呀 没关系 我们可以打电话求救 没信号啊 那怎么办哪 周末鬼森林啊 平常很少有人来的 你说我们什么都没带 手机也没有信号 那 如果等人发现 我们就变成开始了 如果我死了 盛哲和金智爸爸怎么办哪 难道我要像我那个爸一样 把一屁股债都留给金智爸爸吗 盛哲还那么小 没事的 你想办 我还没有挣够钱 没有穿过漂亮的衣服 没有穿过 你冷静一下好吗 可以没有去过游乐场 没有交过男朋友 我就这么死了 是不是太不划算了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 我没有做过大击不当的事情啊 你答应我 那我出去我 我以 好了 没事 都这么晚了 金智妈妈和盛哲肯定特别担心我们 等明天天亮了 我们看看天坑的情况 再找出路吧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 其实我挺绝望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呢 有一只青蛙遇到干旱 挖井找水喝 他挖呀 挖呀 结果挖到了一块石头 然后他就放弃了 后来 他就渴死了 其实石头下面就有一个泉沿 他只要把石头搬开 水就会流出来 所以说 锦要关头不放弃 绝望就会变成希望的 锦要关头不放弃 绝望 就会变成希望 同行 你很会讲道理哦 相信我 我们一定会安全离开这里的 看 看 好多星星啊 真的好多星星啊 我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魔鬼森林上空的星星 这么好看 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金牛座 金牛座 你把手给我 伸出一根手指 你看 这五颗星星 它们组成了一个三角形 就像一个牛头一样 这就是金牛座 这个季节正好能够看到 我看到了 原来这个就是金牛座啊 那你这是什么星座啊 那你是什么星座啊 我 不知道 对 对不起啊 没关系啊 我可以重新把人生写一遍 这是很多人都换不来的幸运 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重新选择我的出生日期 选择我的星座 选择我的朋友 选择我的家人 剑银鱼 你是我失忆之后遇到的第一个人 你就是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是我最重要的人 是这个人 我加热啦 现在就是我的야人 快点吃 快点吃 像银银银银银银 别 de双银银银银银 dont 带我来的 是一个人 我给大家看